第104集 赵敏敏向离自己身边最近的女学生招了招手 我和孙胖子他们几个人同时大喊 没事 你过来 到老师这儿来 帮老师个忙 别过去 他现在不是你们老师的 你别听他们的 学院里的失踪案件就是他们干的 到老师这儿来 老师能保护你 那个女学生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到了赵老师的身边 有了一个 就有第二三四五个 一转眼 几乎所有的女学生都跑到赵敏敏的身边 甚至还有胆子大的 站在赵敏敏的身前 给他挡成了一道人形屏障 说什么都没用 这样的场合下 和只相处了几天的我们相比 赵老师的话还是有说服力的 眼睁睁看着赵敏敏身边的人越来越多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守着这么多的人有什么用啊 就在我胡思乱想赵敏敏的用意的时候 突然脑袋里响起了一个声音 沈啊 这个局的异乡干的 有没有问题 我吓了一跳 这是杨潇的事 再看杨潇 他还在一动不动的盯着赵敏敏 完全看不出来刚才是他对我说的话 难不成刚才是我听错了 说话的是无人敌 我又向无人敌的方向看去 脑袋里面又响起了那个人说话的声音 别瞎看了 是我 听懂了就点点头 是杨潇 他正假装擦汗 趁机向我瞪了一眼 他还有这本事呢 我微微点了点头 一会儿 我给你一个信号 你只管开枪 记住 打要害 要一枪平面 他不会给你第二枪的机会 我又轻轻点点头 杨潇转过头来看着赵敏敏 我现在是弃学亏学 不过对付你这个孙子辈的足够用了 小丫头 今天我就替你爷爷 孝顺教训你 沉拉 开枪 杨潇是学会孙胖子这一手了 我举起手枪 对着赵敏敏的脑袋就扣动了扳机 枪声没有响起来 一颗子弹卡在弹仓里 开什么玩笑 这个时候子弹下壳 我的枪声没有响起来 倒是提醒了孙胖子 他也抽出了手枪 对着赵敏敏就是一枪 由于前后左右全都是女学生 孙胖子怕失手 最后选择了赵敏敏的胸口扣动了扳机 一声枪响 赵敏敏应声倒地 周围的女学生乱成一片 孙胖子高呼 就要过去查看赵敏敏的尸体 心脏不为重强 九成九这个玩意儿是死了 打中了 别过去找 孙胖子已经走了几步 听到他俩的话 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我也看出了不对劲 赵敏敏虽然一动不动躺在那 可是他中枪的步验 却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 赵老师死了 他们杀了赵老师 刚才第一个走到赵敏敏身边的女同学 哭着向赵老师的身前走去 到了赵敏敏的身边 哭声戛然而止 他发现倒在地上的赵老师 不像是众强身旁的样子 赵敏敏虽然躺在地上 但是他的身体正慢慢地抖动着 而且抖动的频率也越来越快 赵老师没死 快过来救 他的话还没有喊完 身后的赵敏敏猛地从地上跳起来 将喊话的女学生摁在地上 张嘴对着他脖子上的紧动脉就咬了几个 就知道他没有那么容易死 我和孙胖子一起向赵敏敏开了十多枪 中枪的赵敏敏只是被子弹的冲击力打得顿了几顿 之后继续咬着那个女学生活着 一口一口地吞咽在伤口里冒出来的鲜血 直到我和孙胖子的子弹都打完了 也没有对赵敏敏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我们的手枪可是民调局特制 无论是人是鬼 中枪必亡 灵火就是死在我的枪下 不可能连一个赵敏敏都解决不了 我换上最后一个备用弹架 枪口对着赵敏敏 却在犹豫开不开枪 孙胖子的子弹已经全部打光 他收了手枪抽出甩队 不过并没有上前的意思 反倒是后退了几步 吴主任 老杨 这枪打不死的 现在怎么整啊 无人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我的身后 他从腰后面抽出了一把长笔手 和三叔给我的那把一模一样 真不知道他还有多少把这样的短刀 吴主任手握短刀 对着赵敏敏的头 一刀就劈了下去 这一道平心而论 和当初在水帘洞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眼见赵敏敏的头就要分家 他好像察觉到 放开了女学生的身体 双脚一蹬地 身子借力后退了十多米 那个女学生已经弃绝身亡 周围的女同学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有哭的 有喊的 有叫的 有机灵的 已经跑到了杨潇的身后 其他的人都一一效仿 转眼之间 赵敏敏的周围 就剩下我和吴仁敌两个活人 我抬枪还要射击 被吴仁敌拦住 他是半尸 你现在哪不死呢 半尸 这我可有点头大了 之前郝文明就跟我说过 民调局这种特制的枪弹并不是万能的 弹头上面的符咒 对于一些横跨阴阳两界的生物 起不到任何作用 我让他举一个例子的时候 郝主任的原话就是 见到半尸就绕着走 半尸 顾名思义 就是半人半尸的生物 民调局的资料里是这么记录的 半尸 是人在死前 通过特殊的方法 将魂魄禁锢在自己的体内 死后 魂魄不离自身 肉身不腐 体内不生尸气 行动坐卧与常人无异 曾经在一个时期内 半尸被认为是长生不老的一种形式 半尸很巧妙地维持了体内的阴阳平衡 民调局的一般知识装备 很难对半尸形成杀伤力 但是半尸的弱点也十分明显 三年之后 半尸体内会慢慢产生湿气 皮肤和肌肉也会逐渐萎缩 阴阳平衡被砸破 半尸也就会变成类似僵尸的物体 此时 民调局的制式装备会对第二阶段的半尸产生杀伤力 我突然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干尸吗 这就是为什么吴仁迪刚才会说 我现在打不死的 赵敏敏退到了十多米远的墙角 他的嘴角还滴滴答答躺着别人的鲜血 看着我和吴仁迪 他嘿嘿一笑 就这么点本事吗 我有点失望了 我观察到赵敏敏说话的时候 眼睛有意无意地飘向吴仁迪手中的短刀 他似乎已经看出来这把短刀不是反品 眼神里无意中流露出忌惮的表情 吴仁迪也在面无表情地看着赵敏敏 我说吗 外面的干尸怎么可能放过你 原来你们是同类 那么那个陶向空呢 他不会真的死了吧 吴仁迪说话的时候 女学生的人群里有人尖叫了一声 我回头看去 就见其中一个女学生倒在地上 她的左胸和肚脐的位置 差了两根巨大的铜钉 她身边站着杨潇 正手握着第三根铜钉 插进了女学生的咽喉 这名女学生浑身不停地颤抖 她脸上的模样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一张清秀可人的女人脸 正慢慢变成一个年轻男子的模样 是陶向空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三根铜钉钉在陶向空的身上 她算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 整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就连眼神也像被钉住一样 没有一点生气 直勾勾地望着涌路的顶棚 赵敏敏见到这个场景 哀嚎了一声 不顾无人敌的短刀 直冲向逃向空 没想到 无人敌另外一只手抬了起来 手上握着 是那只小小的弓 对着赵敏敏的大腿一箭就射了过来 不知道这个弩箭是什么材质做的 离闲之后竟然没有一点风声 闪电一般就射进了赵敏敏的大腿 第三支弩箭射出来 射中赵敏敏的手臂 剑身穿过手臂 钉在了地面上 赵敏敏这才放弃了前行 他的头无力地倒在地面上 我 孙胖子和熊曼义他们几个 目瞪口呆地看着 没有我们插手的地方 就这么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形势就彻底逆转了 你们俩想得不错 胆子也够大 可惜了 对手找错了 今天的事情 当年你们的祖父辈就曾经干过 想不到过了一百多年 事情又重演了 只不过 结局都一样 杨霄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位老师 在教育他那两个顽劣的学生 赵敏敏和陶向空躺在地上 就像没听见一样 一语不发 除了你们 鬼道教还有活人吗 没有了 从今天起 鬼道教就算彻底散教了 我们死成了这么多年 也算是对得起你了 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再说一遍 陶向空和赵敏敏没理无人敌 一副等死的表情 他俩的态度 无人敌并没有感到意外 如果说的我满意了 我会考虑留下你们当中的一个人 我说 之前我说的大部分都是真的 一直到我父亲 他们从四川回来 带回了所谓的不老先方 我和敏敏因为是刚成的亲 我父亲特准我们在有了子嗣之后 再开始修炼那个不老先方 因此 我和敏敏当时逃过了一劫 修炼了不老先方之后 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还开始疯狂的嗜血 有的时候互相攻击 将实力最弱的咬死 啃食其血肉 我无奈之下只能抓几个活人 供养较重 不过只要有血食供养 他们就会恢复神志一段时间 我当时还怀疑 他们是练错了不老先方 走火入魔了 为此 我和赏敏敏特地按照我父亲 当年得到的地址 去了云南 废了一番周章之后 找到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灵火 灵火好像猜到了 我们会去找他一样 他把我和赏敏敏 带到了死人潭瀑布里面的山洞 我在里面见到了巫术 和我父亲他们一样的形式 也见到了一个像神一样的存在 巫祖 灵火和巫祖对我们还算客气 灵火说 我父亲他们算不上真正的长生者 他们还可以重新变回正常人 但是我向他恳求时 灵火又微笑不语 后来在我再三恳求 常规不几下 他才给了我三条路 我们都很好奇 灵火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